上海一位女士惧怕现金钞票会携带病毒 于是将3000元人民币现金放进微波炉加热消毒 结果现金全部烤焦 该女士后悔莫及 上海徐汇区的一位市民来到银行 拿出了一打黑乎乎且极其不规整的现金 询问能否兑换 这位市民表示 为了防止人民币接触感染 他用微波炉消毒现金 结果现金却被烧焦了 因为其中一些烧毁严重 已无法兑换 最终2000元破损纸币兑换了1090元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用微波炉消毒人民币的做法非常危险 人民币在高温干燥的环境下 极易被点燃 再加上微波炉正在工作 若引发电气爆炸 后果将不堪设想